如果全新的12 Pro和13让我选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13 很多人说今年的13应该叫12s 但我觉得今年的升级还是很有诚意的 续航是很多iPhone用户想要提升的 但又觉得这是一个成本不高 又没啥技术难度的项目 这是我开箱的第二台iPhone 13 开箱的第一台我就用了两天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电量太能撑了 官方宣传比12长2.5小时 我觉得有可能更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 比刘海缩小20%重要太多了 接下来说屏幕 去年的12手动最高亮度是625尼特 今年的13是800尼特 跟去年的12 Pro是一样的 但是刚拿到13开机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这块屏幕好像比12 Pro的显示效果要好 经过对比发现 12 Pro的显示效果会偏黄一点 而13则要更加的通透 摄像头也有着比12 Pro更大的传感器 去年iPhone 12 Pro Max独占的位移式防抖 也在今年的13全系得到普及 我会经常用iPhone拍视频 我体验一下这个防抖效果还是很好的 另外我在朋友圈经常看到有些人拍的视频 抖的简直就不能看 所以防抖无论是对于我们专业拍视频的 还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 都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方面去年带来了非常惊艳的杜比世界 今年则带来了全新的电影效果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 A15芯片性能的强劲 A系列芯片一直是手机芯片里性能最强的 但每年的升级感知都不强 还有别说不给高刷 库克这个CEO让你来当 你也不会给 另外128G的13比去年64G的12还便宜300 它真的是今年4款机芯片里 我最推荐大家购买的